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網開片執暴政策有沒有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要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忙把直播的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剛剛有消息傳出來 就是說中國會加美國車和歐洲車的關係 這是剛剛出來的消息 這是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to EU 就是歐盟中國商會他們說的 這件事可能會對歐洲和美國汽車製造商產生影響 當然拜登之前做了一件事 美國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提高到100% 這其實對中國的影響很小的 因為根本沒有中國品牌的電動車在美國 除了自己的人自己運進去的那些 其他那些是沒有的 這個信息就是在《環球時報》 星期二一篇採訪製造出來的 這就是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劉斌 他就呼籲提高2,500cc以上排量的進口汽車的臨時關稅稅率 這樣 那麼這個劉斌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 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 允許對進口汽車徵收最高25%的關稅 這樣 在2023年的數字是怎樣的呢? 中國進口的排氣量 通常我們叫做2,500cc以上的汽車 就是有25萬架的 佔進口汽車總量的三成二 相比是怎樣的呢? 這是根據海關數據 去年中國出口了155萬架電動汽車 155萬架電動汽車裏面有63萬8千架去歐洲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是歐洲品牌的電動汽車 2023年的數字是52200架 這些是電動汽車 就賣了去北美 其實很多都是去加拿大 其實去美國的整車是很少的 好了 為什麼現在要這樣 搞來搞去就是大家要互咬 為什麼要互咬 因為美國開了頭 但是實際上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 如果真的加大CC車的 臨時進口的關稅的話 對中國消費者的影響 是有一點的 但是我不認為 會影響大CC汽車的 就是中國進口超過2500cc的汽車 在國內的消費者 就是入口車的消費者 我不會認為有什麼大影響 為什麼呢? 就是買這些大CC的車的中國人 他們到現在我相信都是出得起錢的 他們那些人 很多這些是什麼車呢? 我是猜測的 這些是猜測的 這些是猜測的 很多都是 可能 我不敢肯定 就是美國版 或者是歐洲版 或者特別日本出口去中國 特別的那些 比較貴的汽車 那麼在中國國內來說 你要看看那個市場 如果是現在的有錢人 當然有部分的人就會說 不行我也是買國產的 有些會這樣 但是其實很多國內的人 都是看不起國產車的 他們都是看不起國產車的 這件事情是根深蒂固 不是那麼容易改變得到的 香港藝民就說 對立政策出台 希望不要暗化 否則市民大眾就慘了 這次中國這個政策 就不是影響一般人的 我認為 你普通人無故端端 怎麼會買一架進口的 2500cc以上的車呢? 其實現在一般人很少的 其實現在 你起碼要有些錢才可以的 就是有些錢才能買得起的 現在是 威就說打壓歐洲車稅 德國車這次慘了 其實我又認為不會的 其實在國內本身都有 生產Benz、寶馬那些 本身國內自己有合資生產的 但是有些人一直都不買 合資生產的寶馬和Benz 還有Audi也是 他們是不買本地出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本地的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有加長版的 有些人是不喜歡那個加長版的 就是你喜歡開車的人 也不會怎麼喜歡那些加長版 因為其實那些加長版是影響了操控 影響得很厲害的 雖然那個車內空間是大了 因為中國市場的需求是特別的 就是那些人覺得後座要大 所以那些合資車 比如那些A4 有A4L 在歐洲的地方 是不會有這些東西的 如果真的打這個關稅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銷售呢? Camp St. Lo說零置的運能車 很多都是2500cc以上 如果是零置的話 其實也不是普通人買的 一般人買的車 現在你在國內說一般人買的車 是20萬左右 是20萬人民幣左右 20萬人民幣左右就是普通人買的車 20萬以下就是普通人買的車 那你零置的那些過了20萬 其實 已經影響不到一般人 我的看法就是 CM James O說 德國合資車輕飄飄 其實有些人是很不喜歡合資車的 覺得合資車被人剋扣了一些東西 他覺得物無所值 他寧願買那些水貨車 其實在國內也有水貨車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就是美國本地版本的車 運到大陸也有這些 Line King 88 說 國內用家長版有氣勢 其實是差一點 他的家長是加十幾cm 其實對腳的空間 真的會多了 你坐後座的空間會多了 但是 其實對這輛車的操控性能 那些全部都是有負面影響的 讚先生說 國內買車主力均 就是八十九十後 這幫人有錢的很少 最苦的一代人 買了十幾萬的車 其實一般人買車是20萬以下的 現在是20萬以下的 我對大陸的了解就是這樣 一般人都是買20萬以下的車 所以現在這個2500克的限制 就影響不到一般人 我的看法就是 不過這也佔入口汽車總量的三成二 其實 裡面當然有很多是越野車 這些越野車 通常都會過2500克的 就是什麼Land Cruiser Land Rover 全部都過了 就是Prado 全部都過了 這個那些2500克的 那是最受影響的就是 那些越野車 有人問 現在最強勁的越野車是 那樣地驚望啊 這力套波 比亞迪 真實實 我真的說說יקion 不要拿這輛車去說 是硬派越野車 是兩種她 你說長城懂得做硬派越野車 我就覺得是 長勝派是會做比較硬派的越野車 但是比亞迪會做的話我就不認為 我也很認真地說 不要覺得比亞迪那些車可以拿去硬派越野車 雖然他自己是這樣銷售 他做不到硬派越野的 我認為 很容易弄壞零件 我的看法 不要相信那些宣傳現在最強硬派越野是電動車 不要相信 那些是脆的 不要相信那些說法 如果是長城出的 長城有關品牌出的越野車 你說可以是越野 那些我認為是可以的 長城有關品牌 好像坦克 沒有搞錯,坦克也是長城的 坦克 以及本身用GWM這個牌子去做的長城牌 還有哈佛 那些你拿去 少許的東西都不是問題 哈佛那些當然也要分清楚 哈佛那些很多都是軟爪 那些都不是很越野的 千萬不要相信那些宣傳 比亞迪的仰望可以去越野 這個我絕對不相信 真的不好意思 雖然說可以啊 有些人拍到一些視頻出來 那些不行的視頻就更多 其實就是 哈佛 哈佛 人力貝的共同體就說 仰望U8有浮水功能 水震也不會入水報廢 你相信我就不相信了 我也老實說 哈佛 那Camp St. Law就說 Cardellac 應該是Cardellac 它不是很受影響 其實大CC的車 通常都是豪車而已 Cardellac的那些 應該全部都是 2,500cc以上 它會受一點影響 但是你買Cardellac的人 你多25%關稅又怎麼樣 那就照樣付 沒有所謂的 你買靈智的人 之前加錢提車 他都照樣買的 那有什麼所謂的 所以我說有些事情根本就沒有影響 現在 就是 中國提出的那些政策 其實都不是想跟 西人反面的 就是我認為 當然有些人是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說 不,我們現在報復很厲害 但是 實際上 你看看 中國每次拿出來的那些政策 都不會真的影響到 那個 自身的工業操作 它不會的 它也不會影響到窮人 是專門不影響窮人 那麼 DOSA就說 我以前在廣州有一部GTR 那GTR那些肯定是貴車 是不是 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是坦克 魏派也是長城 他們這些真的可以的 但是 比亞迪那些 我真的不相信 因為有些 知識 就是有些 做這些越野車的 知識 是真的要做越野車的人才會認識的 是做越野車 做那些皮卡車的車廠才會認識的 比亞迪是不認識的 不好意思 我不想這樣說 他們說得自己很誇張 這樣也可以的 越野車也是最強的 電動熱車也是最強的 老實實 不相信 哈哈哈哈 比亞迪潛水艇保證三十分鐘不進水 這個賺先生所說的 但是我也不相信 對不起 哈哈哈 對不起 就是說 你不相信而已 他證明到是的 但其實網上有很多視頻 已經證明到 比亞迪的仰望U8 他真的去越野爬山 未到一半已經斷了 所以不要了 真的不要這麼做 哈哈哈哈 那說到這裡就算了 這件事情 如果是中國提高 美國和歐盟的汽車關稅 那麼 靈智是日本的 所以這件可能靈智沒有影響 哈哈哈哈 就是剛才有人提到靈智 那麼 但是靈智可能有些影響 有些在美國陷害的 比如 RX就是 就是靈智的RX 就是在加拿大陷害的 就是在加拿大陷害的 那他會不會在加拿大陷害的 不知道 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好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